我们再来看看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那么在这几天的假期当中 当然要次数的走透透 来为她的民进党总统初选 来进行拉票动作 但是平常看她开的是公务车 但是这回怎么连自己的坐车 也已经曝了个光呢 她说春天到了 我们再来看看 昨天来到宜兰的绿色博览会 蔡英文很难得自己把车给开了出来了 不过其实公开场合 所以她这回车还是请助理来开 她自己坐在后头过过瘾 连续假期爱车出门透透气了 上个广播节目呢 我们发现蔡英文也换了新装 这样一个土耳其蓝的颜色外套 是不是很难看她穿到呢 没错 蔡英文今天的解释是说 春天到了嘛 穿穿新衣服 加油 平常跑行船坐的是这辆黑色箱行车 但蔡英文的爱车其实是这台 清明年假到宜兰绿色博览会 蔡英文让幕僚收价扫不去 刚好难得让她有机会把爱车开出来 但可能是在公开场合 蔡英文还是请幕僚代驾 自己先坐后坐 过瘾 我要是决定自己开车 当然是开自己的车 党的车我是不会开 因为太大了 铁灰色的欧系跑车 3200cc是两年前蔡英文的二哥送她的 时尚外形又不是稳重 曾经透露过年轻时爱飙车 但现在只能偶尔开车去上班 不过参加总统初选后行程满党 几乎天天得坐党的公务车 日系品牌一样的黑色 但里头却很宽敞 春假蔡英文开爱车 连服装也有春天气息 上广播节目难得跳脱黑龟色性 该穿土耳其兰外套现身 蔡英文可能不晓得 这是春夏最潮的颜色 不小心跟上潮流 也意外捕捉到摄影镜头 在今天同样没闲着的 当然有前行业院长苏贞昌 跟蔡英文主席一样 也接受媒体的专访 蔡英文接受专访说 她是个新世代了 那大家就来看看 这苏贞